再来看到高雄市凌云区海洋湿地公园 秋冬季节都有大量的倒立水母 吸引了游客到访 不过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水母的数量也变少了 不过现在却意外地发现 超罕见的蓝色先后水母 让不少的游客看到都大为惊艳 这边可以看到吗 这边有些水母 好多 太多了 你小心哦 那里也小心 这里有一只最大的 中秋假日高雄凌云湿地公园 吸引大小朋友来趟生态之旅 其中身体软Q的可爱水母特别吸睛 那外星人坐的那个 外星人坐的 对对对 那天也是 很稀奇哦 这个里边来 水中大大小小的倒立水母 让游客抢着拍下可爱身影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 水母数量逐渐减少 但令人惊讶的是 园区内却意外出现罕见的蓝色水母 仿佛一朵蓝色鲜花在水中绽放 真的很惊讶 师弟四年多将近五年成立 到现在第一次发现这个蓝色的水母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这让我们蛮期待蛮开心的 因为这个水母湖里面有新的生命的诞生 蓝色水母 对没错没错 因为水母是真的 这个算是基因图片的水母 所以是比较少 非常少见 对对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是一般的水母 一般的水母的话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白色的或者是有点棕色的水母 就像穿着白色花边 蓝色蓬裙的仙子在水中舞动 这种蓝色先后水母 也是倒立水母的一种 疑似精英突变 造成全身蓝色的美丽模样 最近罕见出现在林园湿地公园 数量非常稀少 要看还得碰运气 特别来看 今天这样看不到 没关系 看到这个倒立水母 就已经不错了 这个蓝色的水母 其实不常出现 一般我们都是咖啡色 那水母身上 其实是因为虫黄枣 它才有颜色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纯白的嘛 其实如果大只的纯白的水母 就代表其实它已经快要挂掉了 有看到吗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 这个这几天前 我是觉得它应该是躲起来了 那它长得到一种时间 那我们期待 能够把这个东西保存下来 让它能够延续 让后代能够 子子孙都能够看到 这个美丽的生态 原本是倒立水母消失的季节 却传来蓝色胶客 意外献身的喜讯 让保育志工相当振奋 如果蓝色先后能顺利繁殖 势必成为凌原湿地的观光新亮点 微视频文林书 名字宏文 高雄市报导 谢谢大家